特朗普对于所谓的温室效应 是完全不接受的 他认为那些都是环保团体炒作出来的 所以他对于发展电动车 或者说在其他的这些 有关于气候变迁的绿色能源方面的议题 跟马斯克是有矛盾的 所以不要认为特朗普跟马斯克的未来 一定是攜手走天涯 两个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 可是特朗普平常所做的许诺里面 有三点大概对于马斯克来讲 是有吸引力的 一个是他比较保守派 调性的道德诉求 包括反过胎 你看到马斯克生了一堆的孩子 甚至到处去捐金子 这个人不管是作为企业家 作为公众人物 乃至于作为一般的男人的标准 他都极为特别 而特朗普能够满足 他这样子的一个道德立场 第二个 特朗普在许多保守派的价值上面 譬如说 在一般的美国的民众 攜带枪相知的权利 这点是马斯克也高度支持的 所以在两个人 在这些立场上来讲 都有一致性 第三个可能真正的最吸引的马斯克的是 特朗普基本上面的是对于媒体 以及对于科技管制都主张要放宽 而且要放到最宽的 这个跟马斯克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尤其是民主党主导了美国政治的主流 甚至于让民主党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 认为今天的美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 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所以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非常羡慕的 非常追求自己成为精神上的美国人 这一点使得像是马斯克这样的人 或者像特朗普这样的人 他们的价值感就越来越边缘 越来越压缩 特朗普真正做的就是 把这种被压抑的声音大声的释放出来 让马斯克的这些人仿佛也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 我在选前的时候曾经讲过 我说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岔路上面 一个是往白宫 一个是往监狱 那就看他们两个人的运气了 但是他们两个人赢了 两个人都往白宫走 没有往监狱走 如果没有走进白宫 这两个人都可能会走向监狱的 马斯克是个奇才 这样的奇才可以说 在美国多年来 以前是没有过的 为什么 它是三方面的奇才 首先它是一个投资的奇才 第二它是一个高科技的奇才 第三它是一个媒体奇才 极这三者于一身 那个又是世界首富 当他把他的资源投进这个 我们说川普这个阵营去支持他的时候 我觉得那已经不是一个赌博的行李 当然你可能有赌博的这个成分 但是他看着他这把他是压对 而且这个据说川普邀请他 为他设一个新的职务 专门来这个守住联邦政府的钱袋子 那么以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性格 和他这个能力的话 美国很多公务员可能会照样 但是也可能也 美国可能也到了要精兵检政的这个时候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 马斯克在这个金融 在科技投资这方面 对川普的这个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美国的金融界 高科技界的这个主流 都是反对川普的 都是支持民主党 但是这个马斯克是不是成功地扭转了这样一种趋势呢 就这点上来看的话 马斯克的所有比任何人都大 所以内塔尼亚胡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我相信他是 因为内塔尼亚胡可以说 基本上是重判清理 是把老百姓讨厌他 军队讨厌他 但是他有了这么一个好爸爸 我们说从支持的角度来说 那么所以这个内塔尼亚胡完全可以利用川普 即使还没有上台 还有这三个月的这个时间 再来推行他那种比较激进的 甚至是疯狂的这个政策 从而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这个政治生命 尽可能地这个打击 以色列所有的敌人 不仅是这个哈马斯 也包括郑主党 包括这个叙利亚伊拉克的这些民兵 还有就是伊朗 而这方面他应该是有可能得到 川普的全力的这个支持的 就这点来说的话 我相信在所有 这个现在已经像川普 这个发电制贺的人里面 这个内塔尼亚胡 应该是这个功力的色彩 是最明显的 那么就这点来说的话 这个川普是唯一 也是第一个敢宣布 而且这做了 把美国大使馆搬到这个耶路撒冷 所以你想还有什么事情 他不敢做的呢 但是刚才黄敬先生也说的 就是我同意就是 沙特阿拉伯现在这个情况很微妙 他会不会完全回到 第一沙特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和谈 还没有恢复 会不会恢复 第二沙特跟这个伊朗 已经实现和解了 这个和解又会不会一风吹 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特别是考虑到沙特 已经是金砖成员国 沙特有自己的这个考虑 当然对沙特有利的一点 就是特朗普喜欢用传统的石油和天然气 就这点上来说的 跟沙特他们可能有共同语言 但是也有竞争的关系 是吧 并不完全是合作的 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 哈里斯这一侧得到了所谓美国具有进步主义倾向的那些精英群体的整体性的支持 他的重点的支持阵营比较坚固的一方来自于教育界 来自于传媒界 来自于硅谷的这种新兴资本 尤其是具有全球化特征的这样一些资本 而在特朗普这一侧 相对而言那些比较保守的本土性的资本 持本土化意识形态 或者说比较保守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精英 比如说马斯克 以及美国的所谓底层民众 就是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 他的收益受到了损害 没有从美国推行的全球化秩序当中获益 而是主要承担了成本的这部分民众 被特朗普用煽动性的政治口号 凝聚和动员起来 转化成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从而形成了一种全面的撕裂 分裂和极化的对质格局 这种对质格局 我们看到了资本或者说金钱的力量 在中间无孔不入 然后大量的信息传播 双方都使用了对信息进行加工 一定程度的扭曲 以极化这样一种固化原有的认知 固化刻板印象 而不是谋求融合认知 然后去煽动这种负面情绪 用恐惧和这种对于未来的 这种不确定性 去对自己的支持者 进行一种基于恐吓的动员 然后进行了一场具有显著 负面特征的撕裂性的政治竞选活动 预期来说 这会使得美国不但不能够找到 解决他面临问题的有效方案 反而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就是任何一个人当选都会意味着 他面临至少将近一半的坚定而明确 且强烈的反对者 这对于美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来说 会注入更加多的不确定和负面的因素 感谢您的支持者 这里